作者 按摩师 演播 画骨 腐白 后期制作 林恩 第三十集 秦月池有些吃惊地看了眼秦晨 不知道秦晨做了什么 他怎么能让梁宇有如此态度啊 之前的秦分说 尘儿得罪了梁宇 难道是谣传 陈少果然是英雄少年 赵某佩服啊 一旁 康王爷拱手笑道 以后若是有机会 还请陈少多指点指点小女 说吧 赵静转头对着赵灵山说道 善儿啊 以后你多和陈少走动走动 让陈少指点指点你 而且你们两个年纪相仿 应该有不少共同语言呢 哈哈 赵静说着笑了起来 赵灵山听父王说得如此赤裸裸 忍不住低着头 脸色翡红了一片 咬着嘴唇说道 是 父亲 赵静又道 秦大小姐 听说你已经搬出了秦府 现在住在城西 那里环境嘈杂 治安也不是十分好 如果不介意 我康王府在东城有一栋庭院 距离康王府不远 如若不嫌弃 赵某可将此庭院 借给秦大少爷和陈少居住 这 秦月池犹豫一下 说道 多谢康王爷的好意 但秦某不能接受 诶 秦大小姐不必误会 赵某如此提议 只是考虑到两位的安全 多谢康王爷好意 秦某多谢了 但秦某不能接受 秦月池摇了摇头 赵静叹息道 唉 既然如此 赵某也不强求了 不过秦大小姐若是改主意了 随时可以来找赵某 那栋庭院呢 赵某永远为两位留着 几人交谈着 离开了学院广场 秦府 一张溜金床榻之上 秦分浑身包裹纱布 脸如金纸般躺在那 眼神一片的死灰 在一旁 两名请来的药师 擦擦额头的冷汗 叹息道 唉 这赵夫人 恕在下无能 二公子身上的伤势 经我等治疗之后 已经无上大雅 不日便会痊愈 但是 二公子体内气质 已经彻底溃散 恕我等无能为力呀 吼 娘 我不想当废人 孩儿不想当废人 闻言 勤奋绝望地哭喊起来 赵凤心中心如刀脚 说道 两位大师 难道凤儿身上的伤势 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吗 两位要使苦笑道 惹说一点希望也没有 这也不戒然 据老夫所知 有一种六品的再生丹 能让二公子气质再生 重获力量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六品丹药 也能治愈二公子的问题 只是这等丹药 非我等所能炼制的 恕我等二人无能为力了 六品再生丹 赵凤的心中一片绝望啊 整个大齐国最顶尖的猎药师 也不过是四品 六品的呆药 寻遍整个西北五国都难找 赵凤明白了 胭脂 去账房接点账 送一下二位大师 赵凤强忍着愤怒 说道 是 夫人 胭脂恭敬的应声 两位大师 请跟我来 带着两名药师离去 赵凤脸色默地阴沉下来 某中射出毒蛇一般的光芒 嘶声道 秦臣 夫人 就在这时 房门被突然打开了 秦勇走了进来 他身上伤势经过治疗 已经无大碍了 那靳凤后来怎么样了 赵凤寒声道 夫人 秦勇脸上露出一丝难以置信 属下打听到 秦臣 秦臣的 他怎么了 赵凤怒道 他 他 他击败了武安侯世子李清风 获得了年度大考第一 什么 赵凤卿的手中的碧珠都捏碎了 你是不是听错了 那剑凤能得第一 秦勇满领苦涩 属下也以为听错了 跟属下打听了好几个人 秦臣他 他确实得了年末大考第一 而且 半个月后 会由皇室带着前往妖祖山脉 进行血灵池洗礼 不可能 那剑凤 就凭那剑柱 赵凤眼神震撼 几乎不该相信自己的耳朵 今生道 该死 我们都被那小剑柱给骗了 这该死的小剑柱 墨剑 你一定为孩子报仇啊 一定为孩子报仇啊 秦臣 秦臣他一定故意的 秦勇怨恨的大叫 脸上充满了争鸣和疯狂 秦勇 我要那剑柱死 你听到没有 绝不能让剑柱 活到半个月后 赵凤歇斯底里的喊 可是 可是侯爷那儿 别管侯爷了 那剑柱必须得死 赵凤指甲深深地刺入手心 嘶吼道 是 秦勇低下头 眼中杀鸡浮信 冷声道 属下马上就办 这一次 绝不能再搞砸了 赵凤垂下头 如厉鬼一般 一双眼睛 正明地盯着秦勇 如果你再搞砸 就将你自己的脑袋 提过了吧 夫人请放心 属下一定办得 妥妥当当的 秦勇跪在地上 战战兢兢地说 哼 只要这件事办成 我可以放你归家 后半辈子 享尽轻浮 你下去 是 秦勇站起身来 走到了门外 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了 秦月池 秦臣 你们两个都要死 秦勇咬着牙 目光猙獰 秦臣获得了年末大考的消息 如一阵风 迅速传遍了整个王都 引起了一阵轰动 定武王秦霸天 绰号军中战神 掌控大齐国军队半壁江山 乃是大齐国武勋中最显赫的元老 数年前 秦家又出了一个天才少年秦锋 十四岁突破地级 加入军武之后屡历战功 从一个小兵做起 如今已经成了军中第一校尉 很可能以后会成为大齐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将军 有军中年轻一代第一人之称 这如今秦家又出了一个秦臣 如此显赫的家族引起了整个王都的震动 秦家的声势实在太过于腻天了 所幸的是 如今秦臣和秦奋交手 也让众人了解到 秦家内部似乎不是铁板一块 暗中也有争斗 而那秦臣嘛 哼 听说呀 被秦家逐出去了 当然了 也有不少人是怀疑 秦臣和秦奋暗自的敌对 是家中故意安排的 目的就是不让秦家太过瞩目 目秀于林呢 毕竟 秦臣这样天才 哪个家族会嫌少呢 保护还来不及呢 岂会被赶出去啊 就在各种猜测议论纷纷时 一则从天兴学院传出的震撼消息 彻底引爆了整个王都 天兴学院经过调查 证实了狗絮被秦家收买了 意图让秦臣在考核中过不了关 想让他被学院逐出的消息 狗絮也同时承认了 秦臣和秦奋交手 是他安排的 震怒之下的天兴学院 直接废去狗絮修为 剥夺其导师头衔 发配军中 同时 天兴学院直接上书皇室 要求皇室对于秦家插手 天兴学院考核一事 进行惩罚 一时激起千层浪 天兴学院在大齐国地位 一向是十分超然 王都无数权贵子弟 都在天兴学院修行 就连皇室的皇子公主 往往都会被安排进天兴学院学习 秦家的举动 已经彻底破坏了天兴学院的规则 当今殿下博人大怒 紧急召见了安平侯秦远宏 在朝堂上面一顿臭骂 并且发疯一年 要求秦家做出检讨 还天兴学院一个公道 秦远宏在朝堂上 让圣上骂了个狗血喷头 心中无比的郁闷 他急忙身边 此事他是毫不知情 回去之后 一定会查明原有 给天兴学院一个交代 其实啊 秦远宏心里知道 这定然是赵凤搞出的鬼 怒火燃烧的他 气冲冲回到了府中 还没来得及把赵凤一顿臭骂 就看见躺在床上 成为废人的二子 秦远宏愤怒的心 瞬间化为了悲痛 而后怒火就像火山一样喷发 把赵凤大骂了一顿 妇人之心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和狗须联系这事 你到底有没有出面 片刻 冷静下来的秦远宏阴沉道 没有 这件事我一直是 吩咐秦勇去办的 自己一次都没有露过面 赵凤道 那就好 秦远宏紧皱的眉头微微展开 长长的吐了口气 事情真有这么严重 赵凤愕然道 你知道什么 秦远宏阴沉的看着赵凤 你可知贴星学院在我大骑过是什么地位 当今殿下年轻时已在学院学习的 如今 初伟臣那老东西在朝堂上死揪着我们秦家不放 说我们秦家破坏贴星学院的秩序 这事一旦处理不好 对我们秦家而言 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赵凤冷哼道 我们秦家好得也是武王世家 在大骑国里下过标柄战口 可以说是整个大骑江山 有一半是我秦家打下的 陛下还不至于如此吗 你懂个屁 秦远宏怒道 正因为我们秦家军功太过邪和 所以才要更加紧事小心 父亲这么多年一直从军很少归来 这是为什么 就是为了防止当今殿下的猜忌 凤儿他前不久 打破大魏国上万铁骑 战功足以让凤儿升任将军 不仅这一次 按照凤儿之前的战功写贺 换作普通侯府贵族 早升到将军了 可为何凤儿还只是一个校尉 原因难道你不懂吗 我秦家这么多年 一直小心翼翼 生怕引起殿下的些微注意 你倒好 直接将我们秦家带到了风口浪尖 难道怕我们秦家还不够惹眼吗 我 赵凤被责骂得无言以对 终于露出来一丝惶恐 说道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能怎么办 殿下和初伟臣的老东西的怒火 必须平息一下 逼不得 要把秦勇交出去了 不行 赵凤急忙道 你放心 秦勇在我家兢兢业业这么多年 我自然不会轻易把他交出去 不过他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现在他人呢 把他给我叫来 这个 赵凤嗤齿吾吾 他人呢 看到赵凤这模样 秦远洪心里顿时的一尘 感觉到一丝不妙 自己夫人什么德行 他再清楚不过了 不会又干了什么了不得的事吧 当即怒道 你又做了什么 还不给我说出来 难道非要把我秦家脱下水吗 赵凤脸色阴沉下来 咬着牙道 秦勇已经被我派出去了 秦远洪已经变色道 你 你不会是 没错 秦晨那小子伤了凤儿 我又岂会让他活过今晚 不仅是他 包括秦远池那个贱人 我也要他死 让他们两个为凤儿的伤付出代价 什么 秦远洪急忙要出门 来不及了 我估计秦勇他已经动手了吧 你现在过去 只会把火引到我们秦家身上而已 赵凤冷笑道 秦远洪脸色一片铁青 恨恨不已 你 我什么我 赵凤阴读道 我只恨我自己之前太忍辞了 没有直接废掉秦晨 把他留到天性学院大口之上 如果我之前很下心来将他废来 分而就怎么会有今天 赵凤在房间里面 阴读的大笑 秦远洪看着一脸扭曲的赵凤 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事到如今 他也没办法了 目光一转 秦远洪记上先来 片刻之后 秦远洪紧急召开家族大会 第一时间找到几名 跟秦勇关系好的下人 直接宣布 秦勇背着秦家 暗中勾结狗絮 意图破坏天性学院大考 而后 不给几人说话的机会 直接当作同党 处死在秦家刑堂之内 而秦远洪则是紧急面胜 表示此事完全是秦勇所为 几名同谋已被当众处死 至于那秦勇嘛 秦家正在全力追捕之中 狄大发现 立刻移交天性学院 任由天性学院处置 此事立刻引来王都一片的哗然 不少家族冷笑着看着秦家的表演 心里都清楚 所谓的几个下人呢 不过就是秦远洪交出的替死鬼 秦家主府管家谋害秦家少爷 这说出来也得有人信呢 此时的秦晨自然不知秦府发生的一切 即便他知道他也不会放在心里 夜晚 房间里 一口浊气吐出 秦晨浑身发出霹雳啪啦的爆鸣 缓缓站了起来 终于达到人际后期巅峰 果然战斗才是最好的修炼方式 秦晨一拳轰出 空气中立马传来惊人的爆鸣 比起年末大考时 更加可怕了 九星神帝诀 不愧是传说中 从天界流传下来的功法 的确强大呀 竟能让我在如此落后的基础上 达到不逊于武裕天才的地步 但比起上一世 我如今身体强度差了太多了 感受体内的力量 秦晨没有丝毫的欣喜 反而是感到了深深的压力 如果我目标只是达到前世地步 那现在足够了 但想击败风少语和上官汐儿 远远不够 我还得变得更强 强到前世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秦晨回身爆发出惊人的战意 这段时间呢 秦晨也了解了一些 风少语上官汐儿的消息 三百年过去了 这两人早已经成了 天舞大陆最为顶尖的强者 一个是轩辕大帝 一个是陵波女帝 并且分别建起了盖世皇朝 和大陆最顶尖的宗门 这两股势力结合 全是滔天 甚至连大齐国这样偏僻之地 都流传着薛云大帝 灵波女帝的盖世为名 天舞大陆无数的天才 都以两人为偶像和目标 我只要超越前世 才有机会报仇血恨 夺回曾经属于我的东西 秦晨谋中莫地射出一道灵力的光芒 一股不屈的意志直冲云霄 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清晓 谁 秦晨赫然惊醒 看向门外 身形一晃间 就如同一条灵活的狸猫 咔嚓一声 瞬间到了院子里 尘儿 是娘 门口 秦月池助力在寒风里 温柔地看着秦晨 娘 你怎么来了 外面冷 快进入 秦晨松了一口气 急忙将秦月池迎了进来 关上门 寒风瞬间被隔绝在门外 秦晨心疼道 娘 你在外面站多久了 怎么不出声啊 这段时间的相处 秦晨完全接纳了秦月池 前世是孤儿的秦晨 这一世感受到母亲的关爱 内心充满了温暖